楚汉战争呢是一段历史 不过最近的这个题材被于正改编成了一个电视剧啊 叫做王的女人 那么按照以往的逻辑呢 这个戏也是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和意义 我们来看看 湘羽和于姬 刘邦和吕志原本家喻户晓的楚汉故事 又一次在于大编剧的手下变成了传奇 不过这一次于正聪明的将人物的名字进行了颠覆 云狂 吕乐 海天 妙阁 这对应的人名都变了 剧情自然也要变了 于是乎 湘羽和吕志成了真爱 鱼姬成了四皮赖脸的第三者 我陪你喝吧 我希望你快乐 我跳舞给你看 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乐儿 当然对于这剧情于妈妈的颠覆本领 观众们恐怕早已有戒备 只是这画面中的无下线的穿越 和考验观众忍耐力的事 我们还是得大吼三身 于老师 你赢了 一身薄纱黑裙再戴个大黑口罩 陈乔恩的这段古代版的钢管舞 让多少网友直呼 想砸了电视机呀 这位公子是否觉得 小女子的歌舞难当大牙之堂 迷你之音只会让人醉生梦死 真是让人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堂堂楚霸王项羽竟然被雷打得吓哭了 明道这小鸟依人的样子 实在让人不忍直视啊 云大哥 云大哥你怎么了 除此之外 整眼就是雷点啊 汉朝还未建立前 旧人吟唱着孔雀东南飞 明朝时才传入中国的地瓜 已经被主角拿来烤着吃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事 竟然还是死属 这回就连余震向来引以为傲的角色造型都难逃毒蛇 原本陈乔恩的脸就已经够长了 下巴本身就不见 再加上这有冷有脚方方正正的发型 整张脸就像是个长方形 额头上那两座刻意的小辫子 有谁要眼哪出啊 乔恩 你这昆虫头是得罪了造型师吗 我觉得好丑 显得他好肥啊 那个脸 觉得好丑 不想看 看见了就挺想转抬的 哎呀 不知道余妈妈听了会做何感受啊 其实早在三年前 王的女人就已经开拍了 金牌编剧的戏拖到今年年底才播出 据说正是因为剧中遍布印伤 更有人称余震自己抄袭了自己的作品 玫瑰江湖 让许多电视台不敢招架 对此记者们好不容易 拖通了余大编剧的电话 刚聊起刑剧热播 余妈妈倒是饶有兴致 可是当记者开始求证剧情的穿帮和抄袭问题时 余妈妈就慌忙挂了电话 我正在拍戏 我顺床不好意思 我只能挂了 抱歉 哎 自嘲也好 自嘲也罢 能一路顶住观众们的狂轰滥炸 自顾自的填马行空 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这回余妈妈怕是又要火了 只试着玩火 可要注意安全啊 行了再线 总和采访报道 好